这个月8号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披露 中国跟古巴达成了协议 中方以数十亿美元的代价 在古巴境内设立间谍战 以便监听监控美国的情资 事件曝光之后 中国与古巴第一时间都严加否认 并反抗美方抹黑 而美国则是先说报道不准确 不过12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却有改口 表示中国在古巴的情报设施 早在前总统川普的时候 就已经设立而且升级 但强调拜登政府已经减缓了 中方的间谍计划 由于事件曝光的时间点 正值布林肯有望访中之际 这事件会不会影响布林肯的中国行 仍然有待观察 因为间谍气球风波 延宕四个月的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中国访问行程 传出可能在本月18号成行之际 布林肯却首度公开表明 自家后院古巴 早就被中国的情报机构渗透 这进阶证实了美国华尔街日报 本月8号率先披露的消息 也就是中方计划以数十亿美元作为代价 与古巴达成秘密协议 在距离佛罗里达州 近160公里左右的古巴境内 设立间谍基地来窃听美方的电子通讯 并且监控军舰进出情况 鉴于当前美国与中国正处在激烈竞争状态 这个可能在古巴设立的中方间谍战 立刻让外界联想到冷战期间 苏联1962年在古巴设立核弹头 所引发的飞弹危机 分析更坦言 过去美国借由亚太地区的驻军 长期监控中方军事动向 但中国始终无法在美洲插旗 如果报道中的间谍战果真在古巴设立 那势必对当前中美竞争局势带来巨大改变 包括古巴与中国都选在报道曝光的第一时间大动作否认 并且反控美方抹黑造谣 美方则先有五角大下以报道内容不准确 否认中方已经在古巴设立起间谍战 随后口径大逆转 布林肯一方面承认中国在古巴早就有情报设施 另一方面更暗示在川普任内对于美国可能遭到监听监控的问题 没能有效处理 反而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积极透过外交手段与古巴方面接触 成功减缓中方间谍战的设置进度 白宫除了准备 白宫除了再次卸责给前任 重申川普政府理应对中方的间谍渗透有所掌握之外 也不希望事件对布林肯的中国情带来负面影响 此外美方更重要 积极重返国际社群以便与盟友合作抗衡北京当局持续增加的影响力 前总统川普2017年宣告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后 中国以最大捐助国的地位填补了美方的权力真空 并且对联合国内关于新闻自由 乌恶战局等关键议题的发声掌握一定主控权 美方为了防止紧接而来的AI议题控制权同样拱手让人 因此计划借由每年1.5亿美元的捐助承诺 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美国将43个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超过一半实体离止中国 总计有31间中资公司12号被美国商务部列入贸易黑名单 美方指控这些公司利用西方与北约资源 协助培训中国的军事飞行员 或者协助中方开发高超音速武器 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 在制裁与间谍战等阴影之下 布林肯的中国访问能否成行 北京当局至今仍拒绝证实 TVBS新闻综合报道